第39题 上课时老师拿出一种手电筒 不需用电池 只要咬一咬就能使灯泡发光 其构造如右图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这个图上面有所谓的储电装置 所以表示它是要有产生电 那用电来让我们的灯泡发光 所以它不会是直接从动能换成光能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显而易见的 就是我们的磁铁 进入线圈进出线圈的时候 产生磁场变化 而产生感应电流 那么所以它才会有电 然后使我们灯泡会发亮 所以呢我们的选项B呢是对的 而我们这个进跟出的时候 显然电流方向不会一样 所以它不会是直流电 所以选项C是错的 这是一个电池感应的过程 是磁场变化来产生电流 所以不是电流来产生磁场 所以选项珠是错的 因此只有选项B是正确 第三九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摇晃时磁铁来回 经过线圈会使线圈产生感应电流 我们下来的设计 聊天 我们下来的设计